屏東東港鷹王平安祭典 一組鎮頭在街道上擺鎮氣勢十足 不少民眾圍觀拍照 但瞬間 穿著黑色背心婦人 想過馬路趁機闖鎮 工作人員一個劍步上前攔阻 但穿綠色上衣千里眼將軍 當場暴走 千里眼將軍大聲尖叫嘶吼 婦人嚇到退後兩三步 但千里眼還是很倆公 激動到跳起來似乎快失控 一旁工作人員急忙安撫 甚至把神明扛起來 差點架不住 怒吼的聲音長達兩三分鐘 最後才歸隊 心靜靜你可以讓人串定嗎 大家也跟你說不行 實質來說是不可以的 影片是在2021年10月 事發過了一年多 但網友看到怒轟 阿嬤只是想過馬路 神明慈悲應該不會這樣吧 闖正勸離就好 不用這樣崩潰大叫 到底是神明生氣還是人生氣 這個安全的問題 不要讓人家人家 是這樣的關係 東港鎮頭行廟敗禮 有人認為闖正是大忌 穿越者會破陣而沖煞 地方民間習俗 因為富人闖正小插曲 在網路上掀起論戰 當中